国语名将得罪教练被开除,无奈规划法国名利双收,还想为中国出战我们知道,为国效力是每个运动员最大的梦想,能够代表祖国站在世界舞台上,那将是至尊的荣耀和辉煌。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很多运动员无奈不能为国效力,只能转而为他国效力,加入他国国籍,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位与他名将,他就是皮红燕,皮红燕的羽毛球篇幅很高,技术全面,在1997年他入选了国家羽毛球队,随后稳扎稳打,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在1999年美国羽毛球公开赛上,年近20岁的皮红燕拥夺冠军, 很多人认为中国羽毛球新的希望之星出现了,可谓是前途无量,但是,天有不测风云,在回国之后,皮红燕却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,那就是他被开除出国家队,退回到了省队,皮红燕非常不解,教练对他解释说,由于他身高只有一米64,加上身体条件天赋一般,技术进步的空间不大,所以不适合在国家队发展。 这个理由完全是无稽之谈,因为皮红燕刚刚拿到世界冠军,而且在国家队已经是最优秀的运动员,前途无量,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他得罪了教练,因此惨被开除。 在被退回到省队之后,皮红燕心情一落千丈,状态受到了很大影响,省队的待遇非常低,这难以满足本来就家庭条件一般的皮红燕。 皮红燕对于羽毛球彻底失望了,想要退役,寻,找新的生活出路,就在这时候,一家丹麦的俱乐部会演十诸,希望皮红燕能够为他们效力。 2001年,皮红燕鼓起勇气,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未来,只身前往丹麦打球,在2003年,皮红燕受到了法国国家队的邀请,考虑再三,她还是选择加入了法国,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,她成功获得了法国国籍,成为了法国人,得以站在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舞台上。 虽然这次奥运会成绩不佳,但是皮红燕还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随后的北京奥运会,皮红燕杀进了八强,给中国名将张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,加入法国之后,皮红燕一路高歌猛进,成为法国羽谈头号选手,连续三届拿到了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冠军,世界排名还一度升至第二位,皮红燕在法国实现了重生, 职业生涯塑造了辉煌,生活也是很幸福,加入法国国家队的皮红燕在巴黎生活了十年,也正是在巴黎,她遇到了丈夫尼古拉,今年四十岁的尼古拉,是法国著名翻版运动员,曾经排名世界第一。 2013年,皮红燕和尼古拉,在法国举行了婚礼,同年,他们的儿子马提斯出生了,2015年底,皮红燕的女儿出生,他们还专门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,美玲,皮红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依然心系祖国,当初离开祖国也是被逼无奈的,如果有机会,自己还是希望能够为祖国做出贡献,为国效力。 请不吝点赞 。